男孩半夜不睡觉 在女孩家门口附近 吹起口琴 女孩听见了 心里一阵激动 特地睡不着了 她下床翻出一张相片 少女怀春时 喜欢上一个男孩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 尤其是那个男孩眼睛里 也一直装了兜师里 容不下别人 但本来是一段美好的初恋 却因为第三个人 深深变成了悲剧 琴乔自从和马华莎 成为了好闺蜜后 两人就形影不离 经常凑在一起 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而女生的友谊 都是从互相交换小秘密开始的 马华莎跟琴乔说了 自己身体的秘密 琴乔仗义地答应她 一定会帮她搞清楚 妈妈妈 我问你个事 是关于华莎的 她都18岁了 到现在都没有倒霉 你说她是不是有病啊 女孩子这种情况很少 不过我见过20岁才来 琴乔说这也不算什么病 只要都放松放松别紧张 早晚都会来的 琴乔听了后 这才放心地跟马华莎说了 而马华莎知道后 也算是解决了一块新病 对琴乔很是感激 作为回报 她偷偷跟琴乔说了 琴乔要她私下 你多监督琴乔的事 不让琴乔单独 跟那个男生你得很近 妈可真烦 我妈特别喜欢管着我 这是我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写的 你们都是我的秘密 哎呀 回去再看 马华莎收下这封信 打算回去后 偷偷地看看 但她没想到的是 由于她的粗心 她把这封信 当作病假条上交给了老师 老师看到信里的内容后 气坏了 因为琴乔在信里写的 全是对班上的一个男生 陈大明的表白 老师读完这封信 米克叫来了琴乔和马华莎的母亲 严肃地批评了他们 从这信中可以看出来 琴乔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 趣味低级 不以为耻 不而觉得得意 老师把琴乔的早恋问题说得很严重 年代着把这封信交上来的马华莎 也给批了一顿 马母很不高兴 他说琴乔是从北京来的 思想本来就比较开放活泛 就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但老师却说 琴乔和马华莎就是在以写信的方式 交流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舅舅暴露了他们的思想问题了 舅舅是讲的滴水不漏 马母也只能被噎地说不出话来 而琴乔回去后 就开始检查女儿的日记 妈你太过分了 你看我日记 你还敲我的抽屉 我过分还是你过分 你怎么回事 你说怎么回事这是 就是你过分 就是你过分 母女俩一下就吵了起来 而琴乔情绪激动 拿着自己的日记 推开门就走了 这边吵得热祸朝天的 马华莎那边也不亲近 马母把他叫过来 等着他就面临那封信 这几天我一直心不在马 心不在鱼呢 这都什么破玩意儿啊 你说你们 你干嘛去 马华莎拿着那封信 就算了出去找琴乔 琴乔站在角落里 抱着自己的日记一只空 马华莎上前跟他道歉 说都怪我 琴乔却摇摇头不怪他 马华莎抱了琴乔一下 然后把那封信撕碎了 他被琴乔的大度感动到了 而刚刚被母亲数落的郁闷 也在奇巧原谅自己的那一瞬间 全都消失了 两人的友谊也越来越深了 而陈大明暂时被他们两人隔绝 在闺蜜心之外 他都插不进去 然而就在这件事处理过后 却传到了陈大明母亲的耳朵里 一听有人给自己儿子写情书 陈母立刻急了 咱们家大明那么帅 肯定招乱女孩 不行 再这么下去 非耽误他不可 那你想怎么办 转学